嫌上次的妝太過淡 不夠突出、不夠新意 希望這次的tutorial 可以滿足你們這三個願望 今次由眼妝開始 以藍色眼影膏當作primer 用手指印在眼皮上面 之後上的眼影就會更加出色 眼尾貼上膠紙作為guide 由下眼線向上斜 雙眼妝就可以更加對稱 接著就用深藍色的眼影 掃在眼皮後三分一的位置 眼影就不用掃得太高 只要剛剛割傷眼皮線就可以了 用一枝乾淨的掃 blend 藍色 眼尾歐洲V地方掃黑色 逐點逐點加 不要太過貪心 漸層效果才會突出 眼窩位掃啡色眼影 看上去就會更加深邃 接著就可以撕走膠紙 用一枝乾淨的掃 blend 鬆一點眼影 眼睛就不用畫得太過粗 相反眼尾就可以畫粗一點 和微微向上剃 記得先畫內眼線 在眼皮中央印少許線粉 每當你眨眼的時候 就會blend的 很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 用石膠棉抹走面上多餘的線粉 再塗保濕箱 就可以上回base和粉底液 照樣都是在臉上點幾點 再用一枝普通的粉底掃 由內而外 將粉底液掃勻整臉 我會先打量眼底 鼻翼 嘴角 或者下巴這些暗層的地方 然後再用手指推開 然後用遮瑕膏 印在黑眼圈最深的位置 再用手指慢慢推開 而暗層這些比較小的瑕疵 我就會用掃點一點 然後用手指輕輕印開 定妝的時候 容易出油和剛剛遮瑕的位置 就可以用粉撲上 而其他位置就用掃 看下去就不會太過粉 完成底妝的步驟 就可以用黑色眼線筆畫下內眼線 再用紫色眼影 盯上黑色眼線 然後就可以夾眼睫毛 夾完眼睫毛 就可以在上下睫毛掃點睫毛 夾眼睫毛可以用前短後長的款式 切完之後 記得先補上眼線 眉毛可以畫粗一點 和深色一點 不然到時用閃光燈拍照 眼妝就會搶光 眉毛就不知去了哪 在眼底下的C字位 鼻樑 還有下巴 還有唇峰 塗上一些highlight 五官看下去就會更加突出 今次我就用了一個比較粉一點的胭脂 淡淡地掃一層在蘋果肌比較上的位置 上臉看起來瘦一點 最方便化自己的方法 莫過於都是打陰影 如果拿得太重手 就可以用粉撲輕輕地印開 下額也可以掃一點點 唇方面我會用粉底液薄薄地印一層 再用一支粉紅色的唇膏 輕輕地印幾下 整個妝就完成了 整個妝就完成了 髮型真的不是我的飯 想POSE都想到我頭痛 如果喜歡今次冰冰眼妝 就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